字幕-來了oby俊 張旭三 青春 回憶 三個詞語串聯在一起 你會想到甚麼呢? 可能每一個人 第一時間浮現在腦海的畫面 都各有不同 但其实所有画面都会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珍贵 其实时间一直无声无色地在逢曲之间流逝 一年的时间眨下眼就过 而你的中学生涯 可能已经要进入最后倒数的阶段 在张旭山的日子 其实就是我们的青春 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大大小小的事 更将会成为回忆 他日译述回这些青春回忆的时候 究竟我们会不会会心微笑 挂念当年的中学生涯呢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段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而过去的日子当中 我们曾经面临种种前所未有的难关 都知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如我们所愿地进行 在张旭山的青春里面 其实有一片好美好美的星海 原本闪闪发光 吹灿夺木 但光芒似乎被过去这段格外南亚的日子所夺取 开始变得暗淡无光 张旭山的光芒似乎开始被淡忘 但这个真是我们期盼的青春 我们想要的回忆吗 在这段路途上孤独失忆 甚至看不清面前的道路 Epiphanty也即是顿悟 这些迷惘的时刻 正正就是我们警悟之时 虽如心省 我们明白到时光和青春一去就不复返 所以我们更加要祝紧青春的分秒 实践我们理想的青春 我们十五个正正因为这样才会聚在一起 决定站出来选学生会 建讯会重新燃点起张旭人心里面的那团火 令大家的青春再一次发光发热 抵礼前程 我们明白选学生会从来都不容易 但是我们并没有想放弃的念头 因为我们真的很想再见那片属于张旭山的星海 星海的光辉并不能单凭15个人发光发热 要组成这片星海 最需要的其实是你们 每一位张的人 即使未来的路 这一刻都没有人可以肯定 但是我们十五个仍然坚信当初的警误 当初的信念 相信通向青春的道路 是由张的人所开创 Enliven Australia The Ardent Vista 张的人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片浩瀚星海 再一次暂放光芒